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被誉为现代小说之父 他小说里的出厂人物多达了2500多人 生动描绘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百态 被视为是认识法国的百科全书 为在台南市的国立台湾文学馆 从法国借来了300多件的巴尔扎克的手稿和文物 完整呈现了给国人 这位法国文豪丰富的作品与多彩多姿的一生 大大的俏鼻子和丰满的脸颊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用文学描绘法国的社会百态 不只提供后人丰富的材料认识法国 更开拓小说创作的心理成碑 国立台湾文学馆与法国巴尔扎克文学馆合作 要让台湾的民众能够近距离 第一手认识这位现代小说之父 它基本上就好像一个社会的历史的图卷 摊开来 然后这里面是有风俗的有民情的 强调文学应该去介入参与社会的一个 所谓写实主义的小说家 巴尔扎克以人间喜剧系列小说文明 笔下总共创造出2500位人物 探讨的议题和创作的视野都让全世界惊艳 这些小说翻译成多国语言不断发行 同时也被改编为各种舞台剧和电影来呈现 台湾文学馆根据原版插图将部分知名作品的主角 制作成立体模型让文学变得更有亲切感 另外也展出从法莱西学院商界的手稿 让民众认识这位作家对于文学创作的努力和执着 这次的展览除了巴尔扎克的作品手稿和插图之外 还有不少作家的私人物品 民众可以借此一窥 作家的感情生活 以及他与其他艺术家之间的交往情形 记者仲藩 陈贤坤 台南报